东风标志5008 这款车的设计非常出彩 所以我觉得值得用一整期视频的时间 来好好聊聊它的设计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人 能够比法国人对于曲面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你看比如说像5008这个大灯 它用了这种异形的大灯 其实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都能够驾驭得了这种设计的 因为这也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曲面的过渡 但是你看法国的设计师在这一块 就是用上了很娴熟的设计的手法 你看这些曲面的行云流水 处理非常的好 另外法国人在这里用了一个 他们说是格子漆的元素做出来的一个中网 但是我更愿意去更浪漫的去想象 它其实是一片流星雨来的 为了成全这片流星雨 法国人甚至去将 这个360度全景摄像头的部分 本来放中间是最好的 但是它为了躲过这个流星就把它放在侧面 这个真的就是法国人对于设计的一些坚持了 不惜让功能做一个小小的让步 车身的侧面我也很喜欢这条线 它除了可以将发动机盖跟翼子板之间这条接风给隐藏起来之外 它其实也很像女孩子化妆用的眼线 能够将人的这种视觉的重点 慢慢从大灯的部分转移到A柱的部分 这台车侧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设计语言 就是运用这种镀隔的元素 比如说它下面亚黑色的挡泥板 还有镀隔条 然后再加上它的车身的颜色 通过这种颜色的变化 还有亮泽度的变化 来让车身的侧面显得更加丰富 所以就算它车门的相对设计上是比较平面化一点点 但是它侧面的整个设计是有足够的观赏意义的 那镀隔元素也在车尾的部分变了一个小小的视觉细法 这台车是一台七座的SUV 所以为了照顾第三排头部空间 其实它的车尾的这种边界是比较的垂直的 但是你看低柱的这一根镀隔 它其实做的比较倾斜 所以它就通过这种视觉的引导 去让你觉得它的侧面看上去会比较的有运动感 没有那么的臃肿 OK了 这台车第三排的功能扩展性 是这台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但是我们先从它的第一跟第二排开始讲起吧 要是说别家的内饰设计师 是将一套内饰设计的尽量像一个艺术品 那5008这套内饰简直就是把一个雕塑的作品 塞在一台车里面 然后去把它安放各种的按键 去把一件艺术品做成车的内饰 你看这套东西东风标志把它说成叫做iCopy 就是完完全全是环绕着驾驶者来设计这套内饰的 你看这个中控台往驾驶者这边来倾斜 所以所有的功能按键 其实你在一个驾驶的正常姿势就能够触手可及 那这台车内饰有很多的体验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 包括这个凌驾于方向盘之上的仪表盘 那这个顶配车型它还有一个全液晶的仪表显示 那里面还有多个功能 那时间关系就不演示了 方向盘小巧玲珑 那握上手其实我觉得还好 这个握上去的手感就像你搂着女朋友的腰一样 你看这么纤细手感是相当好的 你看这根仿生学的挡杆 不仅仅这种换挡的操作是挺独特的一种感受 另外也是一个可以很舒服的把手搁在上面的一个放手的位置 那这台车设计是很出彩 但是法国车就是这样子的 功能让位于设计 比如说它的定速巡航的功能 就是隐藏在方向盘的背面完完全全挡住了 所有的定速巡航的功能都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按键 所以你要在开车之前先预习一下这些按键 至于你觉得这种以设计为先的理念可不可取呢 相信每一个人买车之前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5008第二排现在我是把第二排的座椅调到最后的状态 腿部空间有个大概两掌 不要说我作弊 因为我在1米73的人里面腿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 但这张座椅有一个问题就是坐垫的翘度不是太够 所以我的大腿是有点悬空的 如果我要完全整着坐垫来做 我的腿就要往前伸了 但如果是更高的个子 比如说1米8做这样的座椅就会比较的别扭了 这个坐垫还有靠背的软硬度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原版的5008的坐垫是比较薄的 但是东宫标志经过市场调研 就觉得中国消费者 他其实是需要更柔软的坐垫 所以就把座椅里面填充物给加厚了 这样的做法 坐垫是变舒服的 但是也牺牲了它的全屏放倒的功能 但是我相信 所有的中国消费者 在沙发座椅跟全屏放倒两者之间 肯定会选择前者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台车坐垫的翘度不够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台车的地台是高了一截的 那高了有什么作用 就是这里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补胎叶放在这里面 所以证明了这台车是没有备胎的 另外这台车的后排 我一个很喜欢的细节 就是ISOFIX的接口 你看这条好像是一条缝线 其实这里是一条隐藏的拉链 你可以把它拉开 然后ISOFIX的接口就在这里面了 这样子不用的时候把它拉上去 那整张座椅 看上去就没有ISOFIX接口的缺口了 所以强迫症患者就一定会很喜欢小设计的 那要考察第三排之前呢 先把第二排从最后往前调 调多少呢 剩下一掌左右 OK吧 第三排的打开方式呢 也挺有法式小聪明的 虽然没有日系车坐得那么紧凑啊 但是你看这样打开呢 机关也还是不错的 进入的方式呢 也很简单 一键往前一推 OK了搞定 好了 坐上去看一下 那前面呢 有个一掌左右的腿部空间 那这一台车呢 第三排 那还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呢 但是呢 这台车最好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坐垫的非常柔软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车的下方呢 是悬空的 所以呢 可以充分发挥这个坐垫的弹簧的形成 所以你看 这个屁杆呢 是这么多的七座SUV里面呢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对屁股非常友善 可以坐很久都不会觉得很累 那这个车呢 你看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框体一样的东西 会妨碍到我的脚的活动空间 那至于为什么要有这个框呢 其实也是法国人的一个奇思妙小 来 我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说到这个呢 其实呢 是这张座椅 其实是可以拆下来的 你看 你看 拆下来之后 就可以 坐在这里 晒衣日光浴也可以 你如果那边有个池塘呢 你钓鱼也可以 你看 这个呢 就是法国人很喜欢生活啊 所以呢 他们的设计师在设计这台SUV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也觉得SUV 它不仅仅是一台 用来翻山越野的车 也不仅仅是一台呢 你开在市区里面呢 凭着你人高马大 去跟其他车呢 去争抢位置的一个 马路杀手 而是呢 一台真的是能够提升你生活品位 让你的周末生活呢 能够更加惬意的 这么一个生活的工具 我想这个呢 是法国人很会生活的 一种延伸吧 至于呢 中国人对于这个功能 是觉得他很傻很多余 还是会很赞赏呢 其实 我觉得要等大家的生活都慢下来 才能够领略到这个设计的巧妙了